而公投大選的即將在十二月展開 國人要表決的 包括了重啟核四 以及去年吵得沸沸揚揚的萊豬等議題 而藍綠這個兩黨 就在十月底的週末 分別發起了行動 要表達各黨對公投的主張意見 如果我們可以團結守住疫情的防線 我們也一定可以守住四個不同意 公投大選即將在十二月登場 有關能源 經貿跟公民權益的四大公投案 藍綠兩黨近日忙得不可開交 民進黨憲事連續兩天 分別在桃園跟屏東大政上開啟說明會 表示公投議題需要建立在冷靜理性的公共討論基礎 並主張投下四個不同意 我看到國民黨的朱主席說 年底的公投是對民進黨的不信任投票 這張公投要怎麼投 不是為了哪一個政黨 而是為了台灣未來的發展 大家說對不對 共投大加領 台灣謝謝你 至於國民黨則在凱達格蘭大道展開四十九天夜宿行動 目的就是要讓政府聽見民意 而國民黨所謂的民意正好跟綠營主張恰恰相反 新任黨主席朱立倫提到 除了力挺黨內所提的公投榜大選以及反萊豬兩岸 另外互交召跟重啟核四則是民間提出 理應跟民眾站在一起 即使隔空提出各自主張 但仍能感受一時戰火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就以手術比擬公投 議題不是一刀就能解決 認為藍綠兩黨過於簡化公投須綜合討論的精髓 但黨內以表態互交召顧實安的主張 並將開啟一百場宣講活動 公共政策是要討論的 能源政策是要討論的 還有這個產業政策 這個不是遊行可以解決的 攤開這次私安公投 包括互交召 反萊豬及公投榜大選 議題牽涉層面相當廣泛 各黨也如火如土展開系列主張宣講 但究竟結果如何影響台灣未來政策發展 人得看12月18日國人共同做出的決定 有些新聞R156台北市採訪報導